火急焦点继续来关注的是以哈战争 以色列跟哈马斯持续在南加萨基站 以色列是带着军犬搜索 希望赶快寻找哈马斯渔党 他们也开始把海水灌到地道内 似乎不想留下火口 另外今天有一段加萨6岁女童求救的电话曝光 她跟家人遭到乙军的袭击受困在车上 但最后还是不幸遇难 以色列士兵加速狂奔 一旁还有军犬紧紧跟随 在加萨南部战况最激烈的甘油尼斯战场 以色列军犬成了好帮手 靠着军犬的敏锐嗅觉以军 只有能加快搜索 同时避免被哈马斯暗算 以色列国防部长声称 至今已歼灭一万名的哈马斯 问题是究竟还剩下多少人 直到现在哈马斯还是能经常展开偷袭 躲在建筑内瞄准远处乙军 哈马斯最新公布的影片声称 版级的地点是在中部的马加奇和布赖籍地区 对以军来说复杂的任务 还包含彻底摧毁哈马斯地道 这次以色列大方公开连接水管 引入海水的过程 证实水工就是摧毁地道的最佳手段 而最早周到以军进攻的加萨北部 避难学校周遭残破不堪 到处都是瓦砾堆垃圾 帐篷也是用几块破步勉强搭乘 但加萨民众还是得设法生存 有修协师傅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有太多人 鞋子穿破得靠寿逢修复 加萨每天都有悲剧发生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公布一段 六岁女童躲在车子里求救的电话 当时她和叔叔一家从北部逃难 结果遭到一军攻击 电话中也能听见其他亲戚讲话 不过他们最后都因为等不到救援 伤重过世 只剩女童一人继续与救难员通话 但过了几小时几天都无法救援 女童最后失去音讯 生死不明 目前甘友尼斯周遭的医院状况还是不稳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加码指控阿玛尔 医院周遭不断传来枪炮声 已军不让任何人进出医院大楼 物资医药品都快不够 先前以色列乔装医疗人员突袭西岸医院 酿成三死的事件 以色列前总理认为没有不对 他认为是哈马斯把医院当掩护所 不得不采取这个做法 不过对于约旦和西岸 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 美国也看不下去 宣布制裁四名涉嫌暴力攻击的 以色列人 拜登在美国面临的反战声浪 越来越大 经常有挺拔人士指着拜登痛骂 不过对于美国的制裁 以色列财长相当不满 痛批症等同事犯犹太行为 表情国文综合不到 好就继续来看 现在反以色列浪潮持续的蔓延 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 遭人放置暴猎物 另外位在土耳其的一间美国工厂 则是被武装歹徒闯入 挟持7名员工 嫌犯遭攻坚逮捕 而胡塞叛军持续的扰乱红海 有在于牛羊的商船 在海上漂流了20几天 最后被迫原路折返回去 约队敲锣打鼓 武装分子扛着枪械 一字排开一起踢针步 胡塞组织新进成员 在叶门首都沙纳举办阅兵游行 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军力 还高喊力挺加撒民众 不止如此 胡塞领导人继续抢下美国 大枪美国走投无路 只好请出中国大陆举重卧旋 但似乎作用不大 只差不到1.6公里 胡塞反舰飞弹 就要达到美国海军驱逐舰 葛瑞夫里号 这是胡塞飞弹 距离美国军舰最近的一次 而为了报复 美军又对叶门展开新一轮攻击 Yemen叛军从去年11月开始 对行进鸿海的国际商船 展开一连串攻击 已经导致鸿海货柜量 减少将近30% 挪威运价分析平台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在鸿海危机爆发后的52天 从远东到欧洲的主要贸易运输成本 飙涨200%以上 这个数字超过新冠疫情 刚开始的前52天 对全球航运造成极大冲击 红海海运整个被胡塞打乱 根据美国CNBC报道 许多货运商只好变通 不是从南非好望角绕道 就是赶游从大陆绕进俄罗斯 到欧洲的铁路来运货 当中也有商船被迫折返起航点 白白浪费运输成本 这艘在海上飘了20几晚的商船 载运价值200万美元的牲畜 包括1.4万只羊和2000头牛 月初从澳洲西部出发 漂洋过海要送到以色列 但如今却到不了终点 被迫原船折返 消息传出后 引发动保人士抗议 除了在海上 在陆地上中东的冲突持续外溢 一名亲巴勒斯坦枪手 闯入土耳其伊斯坦巴尔附近的 一座美商工厂挟持7名工人 嫌犯还在工厂墙面 骑上巴勒斯坦国旗 逼用土耳其文写下 为了加萨 以及不是棺材就是死亡的字样 警方不敢贸然行动 一直等到枪手上厕所时 才出面攻坚 最后救出所有遭劫持工人 并拘捕嫌犯 另外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 周三遭不迷人士放置暴猎物 防爆小组道场 在受控环境下引爆销毁 这也凸显以哈战争 让整个区域安全都亮起喉灯 以哈冲突爆发后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 遭受暴力攻击事件激增 甚至已经到达无法容忍的地步 美国总统拜登首度下达行政命令 制裁四名以色列人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因为他们涉及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 TPP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 继续还要带你来看 进入2024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机 仍然持续扰台 也让国防部的周遭动态发布 有时候不只是一天一报 但是过去三年来 民众已经习惯的航机式意图 从1月中旬开始被全面改版 资讯被大幅的简化 有人就质疑这个动作出于政治考量 而事实上过去的呈现方式 确实也有其他地方解释模糊的问题 中国大陆强军之路 从没放慢脚步 当局法理支持之下 整个台海被当练兵场 这状况人士现在进行是 这是旧版周遭动态图 国军情间真状况 一天一报尽数呈现 直到2024年1月16号大改版 呈现范围被尊引 指标出了共军军机主要活动区域 多加注了时间最接近的距离 以及高空气球空飘路径 却少了机种和航机 呈现方式调整之大 正反各有见解 那大概这次也新增了一些 就是像例如说起飞的机场等等 那这个当然有一点是 就告诉对象说 我们其实对你的掌握 我们大概都非常清楚 你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那个你不可能有什么任何作为 什么看不到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让对方 非常清楚我们的情知 到什么样的地步 以往的呈现方式 固然不能说是精善精美 但是它已经在国人 乃至于国际上面 建立了相当程度的权威性 它变得语言不详 其实就等于是我们把自己 好不容易建立出来的权威性 跟话语权就等于是自动放弃了 那只有中共的反应够快 它其实也可以透过像南海智库的一个方式 它用每天定期公布的方式 就可以剥夺我们对台湾周遭 共军军事威胁的这种的诠释权跟话语权 军事迷自发性卫国监控 在2020年9月以前 是民众对台海动态 为数不多的关注管道 官方版的示意图 三年多来逐渐正式听 偏偏一月上旬才发生了防空误报 改动时间点又是大选三天后 国军被质疑 阶段性任务已了 或许从技术面来看 情况较单纯 实际上它可能是进来了以后 就沿着这边飞 来回飞了两次以后再出去 对不对 你有人压在这边 它就保持在那个线上不过来 或者是保持在 偏一点点的位置在那边飞 那你示意图 就多了一些说故事的空间 因为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飞的 方便示意的汇图方式和实际状况 难免有落差 这几年大家常听到的防空识别区 意义并不等同于领空 各国针对自己的防空需求 划设辩识范围 不管军用或民用 国外的航空机进入到这个区域里面 都必须接受辨别而且表明身份 避免安全顾虑甚至擦枪走火 我们的海峡中线的左边 实际上是上海飞航情报区 它是在做航路飞行 所以没有什么 你只要符合航路的这个高度差的隔离 或者航向的隔离 没有什么木马屠城 要干什么的 那有些人会拿 不管是Flyradar 24 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些软体 来看这个实际上的轨迹 你从这边上面看到的 看不到我们的军机 那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些 看不到对方的军机 除非它是在走航路 我把Transponder打开 国防部应该去朝一个方向来努力 就是让大部分的国人 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信任感 防空资讯异于取得的现在 如何避免民众变成惊弓之鸟 同时还要防范灰色地带冲突 侵蚀空域话语权 实在两难 是时候想想被动回应以外的解决之道 比如说我们可以派军机 做这种完整的沿着海峡中线 紧贴海峡中间的飞行 甚至于是说 紧贴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边缘 这样一个飞行的展示的动作 那这样一个动作就会显示出说 比如说像西南空域 或者是海峡中线以东的线航区 让国人跟世界各国清楚地知道 这些空域并不是中共专属的空域 一张动态各自表述 官方如果定义不明 外在的威胁才更有空间 见缝插针 TVBS新闻 娇汉文朱光宏耶徐 台湾到 继续来关注的是 日本能登半岛发生规模7.6的强震 而地震确切的原因 带您来看看 其实尚未定论 但事实上能登半岛北部近三年来 这地震活动真的很频繁 不断的产生群震 而日本专家分析 可能跟深层地下水上升 造成断层滑动有关 日本能登半岛强盛后 救灾工作又因为大雪来袭 困难度提升 当地居民生活仍然在重建期 只是余震还是接连发生 也让更多日本学者 投入对于当地的地震研究分析 今年一月 日本能登半岛爆发了7.6的强震 而日本多位学者认为 和地底下的流体上升 脱离不了关系 或多或少间接造成影响 也就是怀疑有未知物体在挤压 专家往前推测 2020年大量流体从地下深处上升 导致能登半岛部分地区 反复出现小规模地震 而且流体渗入断层缝隙 持续往上移动 2018年到2022年之间 我们在能登半岛的北端 发生了很多这种叫群震的现象 那这些群震的现象就被认为 是跟地下的流体往上移动的过程 有些关系 那当这个群震发生了以后 它相对来讲 它就会开始去挤压 比较前部的地壳 那就造成了 这个所谓的运震断层 深部的地方的一些硬力的累积 那这个硬力的累积到最后 就产生了这一次 比较大的7.6的能登地震 跟这次的地震有没有直接关系 它其实它的关系 相对来讲是比较间接的 能登半岛东北部地震 变得更活跃 或许就是个前兆 不过接连引发群震 往往较常发生在火火山周遭 但从地震波资料分析 能登半岛属于非火山区 地下广泛存在的地壳流体 地下水可能就是寝中因素 能登半岛这边没有火山 那个苍野也没有火山 所以这边的那个侵入 一定就是议题 现在渔震还在持续 那将来还会不会发生群震 就取决于它的那些 那个地下水 它大概有23个 东京大巨蛋的那个 这么多的这个水量 前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 主任郭凯文 把这种形态地震 称为温泉型地震 也让他联想到 台湾1867年的基隆外海 发生规模7.0强震 甚至还接连引起大海啸 造成基隆金山沿海民众 伤亡严重 当时史料就记载 北部火山口流出热水 他认为就是温泉型地震的证据 这边也不是板块的边界 那这边突然 如果突然发生地震 我们根本没办法预警 火山口流出热水 那我想火山口要流出热水 它也不是说一天就会流出来 它一定会从神部慢慢变迁 它发生的时间是比较早以前的 所以我们对它的了解相对来讲 都还不是那么好 我们没有办法透过 现在这个地震技术去做这些 那我相信这中间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研究的 毕竟历史周远 地震成因需要考察的数据很全面 专家看法有所不同 就连这次的能登半岛地震 确切和流体的关联 也还只是推判 不过确实也给台湾学者带来参考 你会有一群规模可能都没有很大 可是你会发生一群很密集的地震 发生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面 那这种群震的特性 是一个地下流体型的地震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它会对于断层本身提供额外的这些挤压 那这些额外挤压 就可能使原本地震周期 可能是200年缩短变成180年 地下流体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般较难观测到 而它未必会直接引起较大规模地震 却又可能间接会对断层造成压力 群震一旦发生频率过高 也得要提高警觉 对一本新闻 正审为周旭还会报道 根据国外的研究指出 在瓶装水当中 侦测到平均每公升水当中 含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胶微粒 比过去估计的已经高出了10到100倍 这塑胶微粒可以进到我们的血液跟器官 也引起健康引诱的关注 读科专家就认为 塑胶微粒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还很难说 目前国际都仍在研究阶段 但是也不要太打意 打开LINE官方账号定位借杯的电点 再扫描循环杯 按下确认就完成借杯 用循环杯装热咖啡 一个月可以减少大约1万个一次性的纸杯 也能服务 忘了自己带保温杯的民众 连锁超商打造循环杯站 全台四分之一门市都能借还循环杯 而要民众养成环保习惯 方便性就是重点之一 现在还有永续循环杯大联盟 我们就是吸手六大产业 八大品牌的业者 目前循环杯大联盟在全台 总共有1500个借用据点 可以支援这个 假地界以地还的服务 举例来说消费者他可能早上 会在早餐店买一杯奶茶 他中午到便利商店买便当的时候 他就可以顺便归还 或是说他中午在便利商店 买了一杯咖啡 那他下午可能想喝手摇饮 又可以把循环杯拿到手摇饮 饮料店去归还 当这个使用场景是非常多元 而且比较符合消费者 日常的生活需求的时候 大家的使用的比例才会提高 永续循环杯大联盟 从超商 素食业者 再将触角扩大到法规以外的产业 包含连锁咖啡 早餐店 手摇饮 餐饮店 成立以后循环杯借用人次 每个月都成长 而一次性的饮料杯 在我们生活中占不少的数量 除了纸杯 塑胶杯 还有瓶装水 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的新研究中发现 在热门品牌瓶装水中 侦测到平均每公升水中 含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胶维力 比先前估计的高出10到100倍 塑胶维力指的是 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 相当细小 我们把它喝下去的话 它的确会进入我们人体 就是说它会在人体的血液中有看到 然后在器官也会看到 然后甚至在我们的排泄物 在我们的尿液粪便 都可以验到塑胶维力 这国外这一两年 都有很多这种研究 可是它到底对人体的器官 会不会有伤害 那甚至说进入人体以后 它没有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 其实在医学上还没有这方面资料 还在研究当中 毒物科专家严宗海表示 塑胶维力对人体的伤害 还在研究中 很难说就一定安全 而环保团体也发现 像是宝特瓶塑胶袋流入海洋中 海鲜遭到微塑胶污染的情形 很普遍 那绿色瓶我们过去也曾经计算 以台湾人吃海鲜的这个习惯 我们去计算台湾人吃海鲜 一年下来的这个数量 以及这些海鲜过去曾经有被发现过 微塑胶的这个记录 平均台湾美人每年 所吃下的塑胶尾利 有1.63万克 那这个换算成重量的话 大概是1.05克 可以想象成是一根吸管的重量 像宝特瓶像这样子的案例 大家可能会很直觉地觉得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回收的 但是很讽刺的是它还是最常出现在 海洋垃圾里面 那就表示说我们后端的回收 是远远无法解决我们前端过度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还是要尽快地去减少这种 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制造 然后赶快转成重复使用的模式 不只是环境中的塑胶微粒 医生也提醒生活中的塑胶危害 像是将剩菜冰到冰箱时 会用到保鲜膜 之后加热一定要把保鲜膜拿掉 像我们说会产生塑化剂的只有三号 三号PVC的保鲜膜 它上面就是一道高温 它会产生塑化剂 就会污染到我们的食物 我们知道说塑化剂的话 它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会干扰我们体内内分泌的表现 它可能会长期接触 小男生就女性化 小女生性早熟 搞不好四岁五岁就来夜镜 乳房提早发育 成人也会增加罹癌的风险 减速不仅是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也能让身体比较健康 可能不用等到下一代 在这一代可见的危机 已经在眼前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护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特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